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霍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已经把计算器的核心功能做完了 对吧 咱们说了 做任何成绩的时候 咱们最好分三遍一些 第一遍 把主体核心功能写完 这个咱已经实现了 第二遍 加功能 第三遍 优化 是不是这样了 咱这节课将加功能和优化放在一起 咱们把计算器来完成 好吧 那么看一下上节课咱们实现的功能可以计算了 加减乘除了对不对 你看加号 是不是可以了 但是有没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计算完的数 我是不是应该留在这对吧 对吧 看到了吗 然后非空是不是不能用的计算呢 必须得输入数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对吧 然后这里边输入的如果是字母又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些情况都是咱们要处理的 做一个好的软件 大家一定要记住 让用户用 找 让用户使用的时候 找不出任何问题来 也就是做到滴水不漏 这才是一个好的程序 知道吗 所以咱们现在就尽量让它 虽然很简单 但能尽量让它完美 对吧 那这个完美的过程中呢 咱们也会用到一些前面学到的语法 把它串一串 OK 那首先这一功能 我们先完成什么呢 比如说 先完成用户书的数不能为空可不可以 可以吧 先完成用户书的数不能为空 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呢 为不为空是不是也得提交给服务器 在服务器中才能知道啊 对吧 除非你用GS在前段去判断 但当这课是PMP的课 展示还不是GS的课 所以先不用GS 那数据到PMP的才知道它是不会空 对不对 那是不是也得有提交的过程 对 所以用户书过来的数据 是不是也得在这个大陆分支里边去写 对吧 但是呢 是计算完之后再判断吗 不是 不是 是不是计算之前判断 所以在这块 我们得写个什么 提交了 对 做一个标准 做一个标志位 假如说 因为咱们提交判断如果为空了 后边这些东西有标志行吗 没有标志行 但是它判断的是一个吗 是第一个数为空 咱们就这样它不执行吗 或者第二个空不执行吗 对不对 判断的是多个 听着吧 那多个的话 你如果这里边写 如果第一个数 比如说 不 假如 不 为 空 然后我执行什么什么东西 执行下边的东西 然后否则 对不对 那如果你第二个数呢 你怎么办 只不能这么做 所以呢 像这种情况 我们是有一个逻辑算法的 干嘛呢 多个情况 让一个执不执行 咱们就做一个标志位 对吧 对 这个标志位呢 咱们可以是一个不二形式 比如说标志 比这个 等于真 看到了吗 标志位等于真 那什么时候它能执行啊 像下边的一堆结果 如果 看好了 如果这个标志位是真的情况下 我才执行下边的一堆代码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里边又来一层线套啊 网用工具一起锁进了 那我就先一个一个 左手代码不长 看到 现在看到 如果是真的时候是才执行 那我在中间判断一些不合法的情况 是不是能标志变成假呀 是这个问题吧 然后标记变成真的时候 是才计算出现结果 对不对 那这五块 这五块是一个标记做好了 下边这五块 是不是标记是真的时候 才能干嘛呀 才能执行这个输出结果啊 否则是不是输出问题在哪啊 那如果 大伙标记 是真的时候 我们才执行这个 对吧 标记不为真的时候 那就是否则呗 我执行什么 这是不用了双目分值 对吧 所以我们在这儿画 上面我们就可以判断 判断什么呢 什么时候现在标志变成假 对吧 那如果 大伙标记下方线 POST里边的 NUM 对 NUM1 干嘛呀 如果它是空的 对不对 这么判断也行 最好判断空是用正则 咱们还没学到会不会正则呢 我就简单这么写 听懂啊 真正做成就是空必须用正则判断 比如说别人输一个空格呢 对不对 或者输到中间有空格呢 这些东西咱们都得处理 那个用正则就可以保证了 但当没学到咱先展示先练习的是意书与劲 所以当心不是写太完美的那个东西 咱们学到什么程度 咱就写到什么程度 如果为空的话 这个消息是没后边输出啊 对不对 所以我在这块 再做一个MSS一个消息 对不对 或者就是什么 DROA错误消息 可以吧 错误消息这里边 对 有以下问题 对吧 不能运行 哪有以下什么问题呢 那我这话干嘛 如果这位空 ERMS 错误消息点等于 是不是连接上面这问题啊 什么问题呢 第一个 数不能为空 对吧 那同样我们在这块再写 如果DROA下文件POST 你看这会儿是不是都是单路根治啊 NUM2 对不对 如果它等于空的话 那我们这块再写到了 DROA M MESS 对吧 DROA等于 这块写着 第二个数不能为空 是这样的吧 现在任何一个为空 都会把这个问题 是下在这儿 如果第一个不为空 是不是第一个条件就不成立啊 就会把第二个放进去 对吧 如果两个怎么的 都不成立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有问题 任何有问题 WBC 是不是就得变成假呀 是吧 你把标志是不是给变了啊 是不是看下边这些都不执行啊 对吧 如果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也得应那个标志变成什么 变成假 任何一个变成假 是不是它都是假值 下面都执行不了啊 那都是假值执行不了 在这块 是不是就得执行到否则里边了 在否则里边 我们输出的是什么 操作 ER OR MESS 是不是输出了一个问题的消息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 同样的代码 我只需要点一下计算 一下问题是第二个不能为空 现在两个都为空了 我再计算 第一个不能为空 第二不能为空 如果第二写值 对吧 对吧 这个问题就可以提出我了 如果两个都不为空的话 比如说10加20 我们再计算一下 是不是计算结果就出来了 对吧 当然了 除了判断这个 咱还可以判断这个里边 是不是数字类型的 也就是我这么写 这么写 这可以计算吗 对吧 这不如意的计算 对吧 那咱们要把它怎么办 判断这个类型 是不是数字的东西 对不对 或者有数字的东西 对吧 那咱们说了 这些东西呢 记不记得咱前面学过很多工具 判断什么东西 咱们都有一个工具 对不对 像这样的工具的东西 咱最好是查查手次 OK 因为你要是熟悉的话 直接写就行 比如说判断各种类型了 对不对 那有一种判断是否是数字 就是有一种是伪类型的 在所以这话咱们用A字开头 你看这么多 对不对 其中有一个这个 看到了吗 检测变量视为数字 或者数字字不错 如果是数字或数字错 是就为真 对吧 所以我们用这个 对 那在这话都可以判断什么 再继续写啊 那现在用都是预防对不对 如果这个 哎 真抽签了 对不对 判断什么 判断这里边 刀刷线 POSE里边了 NUME 判断它怎么办 它如果是数字反复真 对不对 那咱要怎么取个反什么 如果不是数字的话 那是不一样的计算 不一样的计算 变成假 对不对 然后在ERORMSS 这个消息里边加上 第一个不是什么数字 不能计算 对吧 然后同样的道理 我把它 放在这儿 NUME 对不对 这是第二个数 不是数字 不能计算 对吧 那我们再来验证一下 你看 这个功能可不可以呢 我们刷新一下 你就直接计算了 第一个微谱 不是数字不能计算 对不对 我输入10和10 先看一下证据的数 可不可以呢 是不可以啊 那这块输入 是 A ABC 这块或者这个 A 是不是第一个数 都是数字不能计算 对吧 第一个输入的是数字 第二个输入 这些呢 是不是 第二个 不是数字不能计算 对吧 这就是我们判断 当然了 你可以写在这个里边 欠套的写 你看 比如这块 我们把它怎么办 你可以放在这里边 再判断 对不对 对 是不是 如果是 如果为 怎么 如果为空的话 不为空的情况下 或者在这块全的这么多 看到了吧 这是不是就双路分支 千道分支 你可以这么去写 这样的话就不会两个一起提示了 对吧 这样代码是不会更好一些 对吧 总之这块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都把这个标记变成这样啊 那现在咱们还差一些什么密油画呢 还差一些什么密油画 你看 你看我这块输入完十 这块输入完十 我是不是今天保留在这啊 对不对 所以呢 想保留很容易啊 既然已经提交过来了 用这个是不是显示默认值呢 嗯 那没有提交过来的话 值的话 这块就没有值 提交过来什么就放在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块可以直接用一个直接挨口 倒入消息 POST 对 NUME 这样你提掉了 你回过来又把AMU放回到这了 对不对 啊 那同样道理 这块也加一个监控网号 PP 网号 监控网号 这边放什么 输出 谁啊 所以错了 倒入消息 POST 谁 NUME NUME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这块 再输入一个10加22 是不是10加22在这留着呢 但是我选择乘除之后或者是乘之后 是不是乘号没留下呀 对吧 如果想这个下来的表哪个选择 这块怎么的 对不对 这块是不是使用的是这个数据吗 SELECT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这会儿我们还得做判断 什么呢 对不对 如果 得一个一个写 如果DOW下来线 POST里边的谁啊 运算符 等于 加号的时候 我们干嘛呢 ECHO 输出 输出 SERVCT 是不是也是一个单路分支 我这会儿没有大块那种结构 看到了吗 同样的道理这块 我这每一个里边 都在这块 诶 合成的一块这条 好吧 这话如果于算符等约减号等约这得跟他一样吧 成号等于除号还有这个等于什么等于求活这样的话 如果等于哪个是不是要哪个就输出slide的 如果你输出的现在是减号是不是只有这个是跟他相等的 是不是这个slide会输出这都没有 这块是不是也输用了一个大路分支 而且是没有大块那种结构 你看这种大块是不是感觉更不好一些 然后后边是不是也没加算号 这都前面选择一块 这万号与进的可以不加算号 是不是这意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再刷新计算一下 我们再选择一下乘 可不可以呀 再选择一下除 可不可以呀 再减一下球模 是不是都可以呀 这个没问题吧 这就是我们程序里边的计算器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还需要优化什么呀 不需要什么优化的差不多了吧 已经可以给用户用了 对不对 那我们再走一下 你看这里边程序用到的预算 用到的基本上都是前面能学过的技术 对不对 那合成一个前面学过东西 咱们现在就可以写程序了 这是咱们写的第一个软件计算器 对吧 只学了咱们这么几几个课就可以写出来 这就是PP的特点 简单一学 学一点点就可以了 那给大家留再见 什么呢 看一下我刚才用的这个 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把这个改成三元运算符的方式 你看简单的衣服 是不是跟三元运算符很相 我给你改一个 你看其他你可以改 比如说就拿这个 就拿那个程号吧 我可以直接这么写 你看可不可以 输出 对不对 如果当时像post里边的 谁呀 运算符等于 程号 问号 如果简单的话输出slash的意地 否则输出谁呀 输出空 你看 对吧 所以像这样的一条语句和一副的简单语句是不是很像啊 所以简单语句咱们平时用的就很少了 你可以用三元图来代替 这也当复习一下三元运算符 利用场景 那其他方式都可以怎么用啊 现在咱们看一下 我选择乘号可可以 选择乘 计算 是不是十乘 2220 对吧 好 到这里呢 咱们就 把简单的 这个计算器 介绍给大家 那这个计算器呢 咱们学这个是咱们写的第一个算是有点用的小软件 对不对 目的是干嘛 对前边学过的分支结构 数据类型 变量 以及一些常用的工具 做一个小的一个总结性的步行 好 谢谢大家 这期课咱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